北海大陸 冥土 很快就能在石底下 甚至有些水滲出來 上面有很大的低頻滾動聲 是震盪性的,我們要音箱 單位350呎,一房位於懷南東岸 業主三年多前,以640多萬買入 車價18000多元 一房單位全數配備開放式廚房 開啟抽油煙機之後,天花上面發出奇怪的聲響 走出來遠一點,好像聽到有些噪音在上面 有些震盪的聲音 正正這個抽油煙機設計 因為它沒有向外的排放喉管 我們看過全屋都沒有 這是一個假天花,裡面的空間 有工作人員看過,基本上上面沒有風喉 然後抽了一些風去哪裏 其實就困在上面整個假天花 一個大風箱 這個風箱是沒有出口的 所有的燈邊 可能這些所謂的花灑頭的邊緣 還有這個生口位 其實旁邊就是流風 估計日後假天花裡面 活滿布油煙漬難以清理 廚櫃下面擺放洗衣機 洩水的時候,旁邊的聲盤櫃裡有發現 試洗衣機的時候,放水 這條洗衣機的水喉 現在還在滴 在隔壁的喉口裡一直在滴水 有一季板都濕了 這些可以嘗試這樣扭緊 如果扭緊它還滴的話 就真的要由師傅上來去看看 如何整理好它不滴水 客房廳長大約16呎 闊度大約8呎多 對出22呎的露台景觀開陽 望三家村避風塘 浴室不大佔30多呎 長身鏡櫃同樣有角位 使用的時候要份外小心 這個位角,旁邊是利邊 因為這個框是一個很薄的貼件 而且它就凹了出來 又沒有打磨 一開關開關 拉,你的手一定是向下拉的 這裡呢 就痕了 這裡摸下去是粗的 沒有打磨 流水情況在浴室也有出現 剛才我做過林浴間的試水 這條浴瓶石就不會擋到水 其實弄是不太難的 其實現在裡面掃口擋不到水 未知翻航膠 填滿了裡面所有的甲後 應該會解決到問題 旁邊座次入屋開始已經沖水聲不斷 因為它的波制可能有些問題 水不能儲存在水箱裡面 它不停地入多少就出多少 所以你按鍵,它沒有人能沖水 因為水箱根本不滿 通常很多時候這些水場樓 有機會就是它剛剛那個蓋 有小沙石卡住了 變成它就一直流出來 但很多時候我按幾下的衝刺 即是開合幾次可能會撞開那些沙石 不過這個我已經試了很多次了 它仍然是繼續水場樓 衛南東岸位於崇順街 四座688個單位 五礦地產在2016年 以大約40億頭得地皮 每借樓面地價是7,000多元